班席會才落幕沒多久 中美又要因為這件事隔空交火 拜登一臉嚴肅 正式考慮對北京東奧展開外交抵制 這是因為美國認為 中國大陸在人權問題上 劣跡斑斑 雖然目前話沒殊死 但白宮發言人暗示 美國不會只說不做 而共和黨議員甚至希望拜登下重手 不過東奧前全球媒體高度關注的是 到底大陸網球選手彭帥在哪 CNN大篇幅報導彭帥的新聞 因為他從11月2號指控 被前國務院部總理張高麗性侵後 就人間蒸發 這幾天不少大咖球星跳出來關心 日本網球女將大阪直美發文 希望彭帥和家人平安 還附上關鍵字彭帥在哪 美國退役球星艾福特 則提及14歲起認識彭帥 還有前球後小威也呼籲調查 18號大陸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趙立堅卻拒絕回應彭帥的問題 你們以為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是萬能的是嗎 我建議你相關的問題 還是你去問相關的主管部門 彭帥兩個字成了敏感詞 CNN報導相關新聞還被大陸直接斷訊 只是同天大陸官媒CGTN又PO出一篇 自稱是彭帥寫給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的信件 上頭又說沒被性侵 也沒有失蹤 只是在家休息 但WTA懷疑這封信 因為根本沒辦法聯絡上彭帥本人 彭帥事件讓WTA說重話揚言不惜撤出中國市場 取消2022年10場賽事以及直到2028年的WTA決賽 因為拿商業利益綁架體育或人權都是錯的 國際體壇檢討聲四起運動畫刊記者寫問蘋果問問Nike問問NBA就知道和中國做生意問題有多大 更別提有NBA球星只因為批判中國就惹上麻煩 中國大陸從里納奪下霸網冠軍以來就讓球團看見市場潛力 但像彭帥這樣的事件明顯踩中紅線連國際網球總會ITF都打破承諾 表示球員安全是優先事項 但北京除了人權受批評冬季奧運還面臨新冠肺炎挑戰 不遵守這個防疫手冊規定的可能會面臨著警告 臨時和永久撤銷註冊資格 儘管大陸放話不遵守防疫將被逐出比賽 但這之前恐怕先遭到國際抵制 冬季奧運未登場已經出現種種阻礙 TV夜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